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559集 夏小兰是什么来历 季江源怎么知道 和谁做同学 看谁顺眼 难道还要先打听别人的家世背景吗 反正夏小兰愿意和她说话 绝对不是因为她是从美国回来的 美国回来 四个字只是季江源的标签 让人能更容易记住她 在华清 想要获得认可 却绝非如此简单 舅舅 我不知道 季江源照实说 她只知道 夏小兰在火车上认识了她生父唐洪恩 后来两人关系随着走动变亲密 季江源估计 她生父如今是真当夏小兰是侄女而看待 要不然这次不会如此火大 坐一趟火车就能认识个市长 谁知道夏小兰还会不会认识其他更厉害的人 听说 季亚今天又去找夏小兰 季江源简直无法评价 就算夏小兰同学没什么厉害的背景 她妈妈就能这样随便去找夏小兰 如果真的有人要替夏小兰出气 为难季家 季江源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来说 那也是应该的 她在美国长大 不像季亚那样是成年人 三观都定型了去美国生活 季江源从小接受的是美国的教育 最开始她也饱受肤色人种歧视的困扰 后来靠自己的努力变得优秀 周围的人才不再因为她是黄种人而出言不逊 有过这种经历 季江源更懂得尊重 让季江源蒙羞的是 季亚所做的一切 对夏小兰根本谈不上任何尊重 季家人愿意让着她妈妈 因为季亚是病人 需要被照顾 但离开季家 没有人应该让着灌着季亚 她的病并不是别人害的 贫穷和饥荒在世界的四面八方 依然存在着 那些靠吃土填饱肚子的非洲儿童 才更值得全世界人民的关心 季亚还生活无忧的 别人确实生存都成问题 有病就治病 外面的人凭啥要对季亚千亿百顺 季江源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只是没有魄力去改变 如果迁就和顺从 能让季亚减少发病的次数 季江源愿意那么去做 但如今 正是她和季家所有人的纵容 才让她妈妈变成这样 做事肆无忌惮 随心所欲 丝毫不懂尊重 也不会去考虑她的举动 会给季家带来多少麻烦 季林十分疼爱她 因为工作的方便 经常飞去美国看她 季江源到底是不忍心 看她舅舅忧心如焚 夏小兰有没有其他关系我不知道 我知道她男朋友姓周 我们在一北省军训的时候 她男友担任军训的总教官 军衔是少校 军职是营长 年纪比我大两岁的样子 那不就是二十出头的少校 季林的头又开始痛了 二十岁出头的少校 要不是自身很厉害 要不就是家世很厉害 最怕的是两者都很厉害 所以说 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人 季雅调了夏小兰的资料 觉得他是一个农村考出来的学生 就肆无忌惮地去警告 这个姓周的军官肯定有来历 要不宁雅凡不会提醒他 叫什么名字 周成 周成 季林快速在脑子里翻找资料 京城里 姓周的人家 有没有能让宁雅凡提出警告的 今天建筑系的同门师弟 打电话来提醒时 说什么来着 体下小兰出头的是一位姓关的女同志 在卫生部上班 关这个姓倒是不常见 姓关 再和姓周联系起来 该不会是 那个周家吧 到了酒店门口 季林脚步有点发软 要不是季江源也名手快扶了他一下 季林就要在酒店门口摔一脚 他对前台说 自己是乔治的朋友 有紧急的事要找乔治 他能说得出乔治的房间号 工作证也是外交部的 也就被允许上去了 敲了半天门 乔治的房间居然没动静 酒店的人告诉他 乔治先生还在隔壁开了另一间房 季林又去敲另一间房门 这下子总算有了动静 乔治睡眼惺忪 穿着睡衣来开门 酒店的女服务员脸红成一片 这位美国来的乔治先生在酒店开了一间房常住 下午还替一个华国女士开了房 结果没睡在自己的房间 反而穿着睡衣从隔壁房间开门 天哪 美国人真的好开放啊 季林黑着脸 季亚呢 这两人能不能注意下影响 这里可不是美国 单身女士能随便换男友 今年夏天才结束严打呢 像乔治和季亚这样 没有婚姻关系 却敢住在一间房的 弄个流氓罪也不为过 大哥 匠员 你们怎么来了 请金方再说吧 季亚今天太累了 喝过一杯烘酒后 她睡着了 我一直收在这里 乔治赶紧解释两句 华国人的风俗不同 他和季亚早就发生过 恋人之间该发生的一切 但在华国需要收敛下 乔治是懂的 季林和季江源进了房间 季亚果然在睡觉 身上的睡衣穿得整整齐齐 季林的脸色总算好一点 乔治也很辛苦 哄季亚睡觉就像哄小孩一样 牛奶面包到底是没吃 季亚选择喝红酒 酒杯还放在桌上 没来得及收走 一瓶红酒 一瓶红酒也就剩个小半瓶 乔治身上没酒气 可见这酒都是季亚喝掉的 江源 去把你妈妈叫醒 乔治不解 他很不容易才睡着的 为什么要这样 如果大哥是担心季亚和江源 无法离京的事 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法 我们明天会去美国诸华大使馆 寻求帮助 不 你们不能去 季林的眉头深锁 你们能顺利去美国 要面对麻烦的是整个季家 乔治 你不该什么都听季亚的 今天你们又去了华清 我想 你们可能做了一件更错的事 一个汤红恩就很麻烦 如果周家 是季林知道的那个周家 就如宁老说的 季家真是父辈受敌呀 酒店的大床上 季亚被儿子叫醒 就听见他大哥季林 一字一句说道 季亚 道歉吧 和汤红恩坐下来和谈 向被扫尔的女学生 夏小兰道歉 做到了这两点 季家这次的危机就解除了